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光,李雷露,选票在我手 欢迎收睇澳门开港,选举辩论的特别节目 《决勝917》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婷婷 我们根据秋千,会进行8场辩论 今天已是第四场辩论 参与的组别分别是 第九组的民联协众会 第十九组公民一心建奥出众会 以及第一组的深澳门网 要提醒各位在辩论的过程中 禁止出现人心攻击的情况 我们所有的环节都会进行一个计算 听到丁的一声就表示时间还剩10秒 听到丁两声就表示时间已经结束 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流程 《决胜917》节目 由自我介绍、静光陈池向市民送大礼 自由辩论、观众题问、总结陈池等六个环节组成 辩论嘉宾在每个环节里面 必须按图表所列出的时间限制 完成题问或答问 每位市民在观众题问环节中 有30秒时间进行题问 看过这个节目流程 现在我们就进行第一个环节自我介绍的时间 自我介绍是每一组30秒 现在先从第九组开始 各位观众大家马上好 我是第九组民联团队第六候选人李玉培 很多谢得到各位市民的信任 2013年有机会可以继续给我们民联 在立法会里面服务各位 期望在今年9月17号可以继续得到各位朋友的支持 可以继续给民联团队 给加伦在立法会里面为各位服务 多谢各位市民 大家好 我是民联第九组第十候选人许志伟 我们其实希望可以帮助青年上楼 亦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们民联第九组 投我们第一候选人施加伦 多谢大家 现在有请十九组前我介绍三十秒计时开始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我是第十九组公民一心第一候选人 洪明坤律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第十九组公民一心第二候选人张帆 大家都知道洪先生是一个律师 我自己是个牙医 我们做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我们希望可以用我们的专业在立法会里面 为市民做到更多 请支持我们第十九组公民一心 好 现在到第一组深澳门梦 作词我介绍三十秒计时开始 民间好 我们第一组深澳门梦 曾相普选反高官自肥联盟 我们第一候选人 以及受托证请制 这位就是第三候选人沙利士先生 我们为什么称自己为 曾相普选反高官自肥联盟呢 我们希望和其他争相普选名单 呼吁三十万的选民 这个就继承省弥补法一名精誓 齐创九月直选一飞冲天 这个特派立法会被人局限的局面 希望大家继续 好 时间到 现在到我们的第二环节就是正缸陈时 先从第九组开始 计时两分钟 开始 谢谢主持人 我们第九组民连团队 今年最主要的正缸 是用心为民 争取建立共享基金 还富于民 有了共享基金 首期不用烦 看病不用仇 养老不用休 我们主张在 在挖出十个百分钟的博彩无收入 设立共享基金 还富于民 设立住屋公职金 扶持首置业的人士 令大家首期不用烦 致意不再难 为市民购买重疾保险 医保跟人走 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 给市民健康的保障 加大对长者的援助 四年之内 调升我们的养老金 是至五千元的水平 建立一个稳固的养老机制 我们坚持坚决反对 官员对民生的议题 藉口推托 由花园主张公开官员的 职效评估的报告 淘汰不合格的容官 要求制定权力清单 建立责任和权力清晰的 想法分明的制度 重塑官员的作风 选拔实干内民 讲真话的官员为市民服务 我们认为澳门的交通 根本的问题是道路的承载力 是严重不足的问题 轻轨为主 巴士为父 的陆路交通总体的规划 是完全失败的 加上每年 每几千单的道路工程 令到道面的压力加剧了 亦加剧了失车的情况 市民的出行更加困难 我们主张要严肃检讨 以及追责轻轨工程的重大过失 尽快明确轻轨在澳门段的路线 吸取淡仔段的经验 找专业公司统一建设 尽快来实现轻轨全线的通车 减轻道路的压力 以及兴建沿途的大道 完善城市主缸的道路沿途的交通网 在此我亦忏了这个机会 做一次谢谢 亦都是感谢 全体市民可以给我们 帝九组可以有机会服务各位 在此也做一次 恳求各位市民继续 今年用手楼上的一票 全力支持帝九组民联团队 今年入到立法会 继续为大家服务 多谢各位 未完成的要继续 未开始的要突破 请大家支持帝九组民联 支持施嘉倫 多謝各位 好 現在到我們19組開始 政光層次的時間 兩分鐘計時開始 麻煩節目主持人 各位觀眾 我們第19組的政治理念 是連結選舉 爭民主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一場方災大家都看到 澳門的政府是甚麼狀況 澳門的議員是甚麼 澳門的官員有沒有能力 這些都完全因為 我們沒有一個民主的金督 為什麼我們沒有民主的金督? 就因為我們的選民的連結度 一向都受到質疑 尤其是一些沒有能力的人 就到處去買票 導致澳門現在這樣的狀況 政府任所欲為 市民沒有辦法金督 沒有辦法發聲 沒有辦法用一些有效的人民力量 去推翻一些不合格的官員 不合格的議員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才會說 我們要解決澳門的問題 必須先廉結 後爭取民主 達到雙普選 如果雙普選的實現 我們相信澳門政府 不會像今天這樣 澳門的立法會議員 也不會這麼明目張膽去買票 這才是我們要解決澳門的唯一方法 其次 我們亦希望 今年政府修改軍事法人員通則 這場方災 前線的紀律部隊 大家都看到 他們勞心勞力 共同去對抗這個方災 令市民對他們的任務 對他們的犧牲得到非常大的認同 但是政府有沒有理過他們本身的訴求呢? 完全是沒有的 有些前線的警務員告訴我 我願意做 但是我都有家人 自己部門 沒有人去協助我 去處理我家人的需要 那我有沒有一個後顧之憂? 我們爭取的十年加兩年 政府聽到聲音 永遠都說沒有辦法 其實不是沒有辦法 他們只有那一百點 平時他們做三十六個小時 他們要做四十四個小時 沒有假期津貼 沒有輪班津貼 亦都是一樣的打台風 要自己花時間回來 所以我們的訴求 希望各位支持我們 我們希望澳門會變得更好 請支持第十九組 好,現在要第一組做政綱層次 兩分鐘,介紹開始 大家好 我在這裡向天甲 受影響的廣大市民 至深切的慰民 亦都向在那次災後 救災的義工和所有工作人員 包括紀錄部隊 解放軍叔叔叔 至順高的敬意 但是 對那些 平時只知道自肥不懂事 今次風災 就要問責官員 以及平日助長的高官自肥 災後忙著找義工來做事 平日拆政府鞋的民選議員 提出強烈的譴責 與其說 天災不如說 他們救災不如說 他們作為贖罪 因為就是那些拆鞋議員 令小英子選舉特首政府 無能政府 使澳門一場風 倒退了五十年 傷亡慘重 所以有些人說不投票 千萬不要 若非那些拆鞋議員 繼續連任 因為他們有貼票 政府便繼續無能下去 澳門真的輸不起 所以 要選擇 普選政府 所有天花龍鳳的政綱 到台內都是空頭支票 所以 我們要 跟其他爭相普選名單 入到政府立法會裏 現在不是救災 而是防災 是防止政府 怎樣有什麼甩漏的事情 監督政府有什麼甩漏的事情 希望突破立法會的局限 就是還原民選議席 當然 也只有我們 尊重民意 反應民心 監察高官不自肥 就不會再無能下去 多謝各位 而且 還有一些人說 喂 那些選票怎麼回事呢 我覺得 今年應該去 無論是 老中青 什麼激進 或者是保守 或者是忠容 都要出來投票 支持我們的派 拿走這八個 我們取八保四 我待會可以再介紹 什麼是取八保四 現在時間到 不好意思 現在進入我們下一個環節 就是向市民送大禮的時間 先從地九座開始 計時一分鐘開始 謝謝主持人 其實很簡單 我們今天送給市民的禮物 是在長期十二年 我們的服務團隊當中 我們是吸取了 現在在社區裡面 市民最大的訴求 我們希望可以送一個共享的基金 給我們全澳市民 其實要解決幾個問題 解決我們置業難的問題 解決退休的問題 以及解決醫療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準備了這三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在過去 由03年開始 我們的薄索業開放之後 政府是有大量的財政收入 但是我們看到 很多市民都分享不到 這一份紅利 所以我們主張在賭牌 在最近去檢討的時候 要加入一個條款 就是把薄索收入的10% 的無收入成立一個 叫共享基金 如果按照2016年的數據 我們大概全路的市民 每一位是可以分享到 三萬四千元這樣的一個數額 這三萬四千元 如何更加好去運用 包括如何在醫療、住屋、退休保障的建立裡面 可以令到更多市民受益 就肯求各位繼續支持我們第九組 不斷推動這個 謝謝 好 現在時間被十九組 向市民送大禮 一分鐘計時開始 各位市民 大家好 作為一個牙醫 我要跟大家說 我們第十九組 是一個有牙力、有實力 說話、說口齒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選我們 投我們一票 我們答應你的政綱 我們希望廉絕 希望可以有高官民的問責制 希望各樣落實這個房屋政策 我們可以答應你 因為我們是有口齒的議員 我們也補充一樣 其實做人和看牙都是一樣的 如果憑牙沒有的 你的健康一定沒有 如果我們參政的話 沒有口齒的話 社會也沒有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 每一個人 或者出來參選的人 都有他的政綱 如果你的政綱沒有辦法落實 你憑牙就好像沒有用 如果我們的政綱是真的落實 幫助市民 或者幫助社會進步 或者幫助社會 解決一些難題的話 這才是有用的政綱 我希望各位 沒有因為認識我 而去投避我 是要因為認識我們的政綱 覺得我們的政綱 是去解決澳門的問題 你們才會考慮投避我 當然我也希望各位 不妨去看看第十九組的口 政綱 多謝各位 好 現在到第一組向選市民送大禮的時間 計時一分鐘開始 根據選舉法說 宋大禮真的很敏感 分分鐘有潰選之嫌 我們第三候選人更加很注重 我們應該合守法 我們無論是行拒 即是提醒大家 行拒、收拒也是犯法的 也有罪的 我們希望依法辦事 所以我們送大家一個集體的回憶 大家 就算你 記不記得 三年前 兩萬人上街 就算你沒有去過 七千多人圍住了 兩天後七千多人圍住了 五二五 光輝五二人說 好了 之後 外面要求納克撤回 裡面是背叛民意 被二十議員否決了一個雙普選員 提出的撤回動議 間選委員會的策政府 也有三個名單 六個議席反對 兩個名單 三個議席棄權 澳門議員監察站 看到他們的面子 重大議案 好了 現在還有幾個 五個 真小人 反對撤回動議 三個藝君子 是棄權 還有面目去琴球連任 要學第五組 退選 去救載 是他的專業 抱歉 時間到 現在到我們下一個環節 就是自由辯論的時間 每一組提問 是三十秒回答的時間 是一分半鐘 現在先從九組向十九組提問 三十秒 介紹開始 好 多謝主持人發問 多謝主持人 我現在想問洪先生 我看了你們的政綱 你們的政綱裡有一條 會支持延續現金分享的政策 令市民公平地分享到經濟成果 我想問你們的政綱裡 支持現金分享 還有沒有其他方面的政策 都同樣可以讓市民享受到政府的經濟成果 多謝 好 現在先有十九組 計時回答一分半鐘開始 為甚麼我會支持這個研金分享呢 其實簡單來說 現在的政府沒有一個叫做財政監督的效力 為甚麼這麼說呢 現在大辦像工程 輕軌超支 如果輕軌沒有起的 每個市民可以派到兩萬多 可惜立法會議員都沒有權監管 在那個北安的碼頭 大家都知道三十多億 立法會議員沒有監督的權力 即是告訴大家 政府是一個大花童 他洗得就洗 今次風災又洗 其實我們只是說 如果政府沒有更有效的方法利用這個公統 我們唯一最公平的就是現金分享 但這個現金分享不是永恆的 也不是一個有效的 我們也看到市民也反對 只是說政府一窮得只有錢 只會派錢 現金分享是一個簡單來說 就是傳聞最公平的 這次風災又派了幾萬 那次又派了幾萬 其實簡單來說 究竟你派了幾萬 那些人真的有沒有需要呢 那些人是否真的窮到 或者需要你扶持呢 我們看得慘又不是 他的政策不是這樣去運用 所以在沒有一個更有效的機制之下 我們只可以一樣 我們只可以支持現金分享 如果政府的財政是得到監督的話 很好的運用這個財政的光統的話 我們會考慮變成一個行上的一些輔助社群 而不是單純現金分享 因為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保障老人家日後的退休生活 可能大家有些人有些積蓄 有些人這輩子就沒有了 那老人家靠什麼衛生呢 只要靠一日現金分享一日養老金 所以我們的政策 希望各位支持第十九組 公民一心投我們一票 好時間到 現在要十九組向第一組提問 30秒介紹開始 程生我們都很熟悉 在澳門論壇都見到很多次 亦都聽你說反高官自肥 這個口號 今天仍然還聽到 當然反高官自肥、反貪 這些都是一個普世社會的共同價值 我們有一個疑問就是 現在我們的政官都有想錄實雙普選 但澳門真是有些選民的數字 令到政府一個藉口 就是這個民主應該不是那麼貼切 我就想問問你 怎樣可以錄實這個雙普選 現在時間夠分比 第一組回答一分半鐘 計時開始 有些人說 澳門的基本法沒有說 要最終普選 我知道基本法26條 賦予澳門人有選舉權 38條有組織結婚、生兒子的自由 大家都沒有寫說什麼時候 難道澳門人不應該這麼快不結婚 沒有說什麼時候結婚 每個人都要等中央 等基本法再規定 但是基本法 關於普選都有 如果三分二議員 2019年三分二議員就可以了 大家應該都看過附件一、二 附件一的特久選舉辦法 第七條 附件二、第三條就是這樣說的 三分二議員 為何我們這麼強調今年要有一個突破呢? 除了我們作為一個指南針 告訴別人 我們爭取雙普選的人 就是一個尊重民意、反映民心 監察高官不是不自肥 這麼簡單 還要有所作為 要做事 不要甩漏 所以我們就是 如果今年有一個突破 取八保四 說十二席都是雙普選 將來一直增加 甚至間選 都會有 那麼容易爭取到 還有幾年了 至到2049年 還有幾屆的立法會選舉 一直增加到 三分二議員通過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搞到 香港又說什麼 又要港獨 我們就是按基本法辦事 依法之正 多謝 爭取雙普選 好 現在時間 由第一組 向第九組提問 三十秒介紹開始 可惜師生 師生沒有來 我想問 你也可以代他回答 作為民選議員 今次封災 令澳門傷亡慘重 作為一個民選議員 有沒有責任呢? 我看網頁 澳門議員監察站 只知道他在2013年 有份贊成通過彌補法 不到半年 二萬人上街 七千多人圍著立法會要求撤回 他的人數 都比你票數多 二萬多 二萬六 他否決撤回動議 三個 三票都是 有人說你們背叛民意 拆政府 還是助長高官自明 不會做事 忍致這樣 好 時間到 不好意思 不可以再問了 好 時間到 現在先給地九組回答 一分半鐘 介紹一下 多謝程先生的關心 多謝程先生的愛 這裡是因為有幾個問題 我逐一再回應 今天施加倫不可以出席這個論壇 是因為他們剛剛在昨天 跟廣東省的交通廳 有一個新的處理兩地死牌的 新的措施 所以直至到現在為止 我相信會議結束之後 他都在看直播 在這裏也是深切地去懇求 可以體諒 因為 有些新的政策出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比更多澳門市民 可以獲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關於風災的問題 風災 我們整個團隊 大家都知道是由 23號開始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我們團隊的消息 其實由23號晚上開始 大概是9點鐘的時候 其實我們團隊已經馬上 已經到區裡做一些衛民 包括派水 因為23號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整個澳門都基本上 是斷水和斷電 所以在23號晚上的時候 大概9點鐘 整個團隊已經發動了我們的義工 以及我們的同事 是落到區裡跟市民做一個處理 有個數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23號到27號 我們整個以陳明金議員為首的服務團隊 一共投入了義工2000人 一共派發了30萬3200支水 一共是24930個飯盒 以及21800個麵包 在這裏也希望 如果不能照顧到每一位朋友 或者市民 這裏是表達我們會做得更好 所以很希望我們未來的四年 還有機會民連的團隊 可以為大家服務 多謝 好 現在由第一章向19組提密 30秒計時開始 大家都贊成雙普選 我很榮幸得到有些人 我們可以落實雙普選 因為我們贊成要有時間表 要推動落實雙普選 但你好像沒有提到 你說最終最終是何時 好像香港 不知最終是何時 你有甚麼落實雙普選的事情 我讓你發揮 現在有19組回答1分半鐘計時開始 我們落實雙普選 是一個前提 就是連結選舉 否則我們很簡單想像一件事 如果繼續舉選 有錢人就可以做特首 有錢人就可以做議員 那他們有沒有一個有效的民主監督 好像我們的連結度 未提升的時候 我們落實這個雙普選 只是一個虛假的雙普選 因為我們要得到一個實質的雙普選 有一個真正的民主目的的雙普選 我們才會落實 但這個是不是沒有時間表呢 這個時間表是要看選民的質素 如果選民繼續認為澳門現在政府 這樣的一個政治體制是一個非常好的 你便繼續任由別人去拒選 因為其實我們都覺得一樣 就是現在廉政公署也好 明明擺明一餐飲的 都可以在這裡繼續暗示 某些號碼這樣的餐飲活動都有很多 但為甚麼呢 因為現在澳門是沒有辦法實現到這個連結選舉 就是正正有一些小處的人 為了少許的利益 出賣了那張選票 因而導致澳門今時今日 有這樣的政府 有這樣的立法會議員 有這樣的法律制候 就是因為沒有能力 如果有能力的話 我們的官員 我沒有說甚麼 你嘗試叫北京派個人來管澳門 怎樣都好過你現在 對不對? 你嘗試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我們的政府是否合格 幾年沒有人敢做這個民意調查 你嘗試一做民意調查 哪個司長會合格? 最多一兩個 其他不用說 尤其是我們一氣象局局長 死人才說六臺 你說這些是甚麼造成的? 所以希望你們支持我們十九組的信念 多謝各位 現在要十九組向第九組提問 三十秒計時開始 本身我也是警務人員出身 這次的風災 警務人員 甚至保安部隊所有人員 對抗這個風災 也得到市民的認同 我們都表示很欣慰 因為其實這些災害不應該再發生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保安部隊 也有他的訴求 正如剛才所說 他得過一百點 公務員 普通公務員做三十六個小時 我們做四十四個小時 沒有假期津貼 沒有輪班津貼 打風也要浪費自己時間回來 所以我問大九組 知不知道十年加兩年這個年資 多謝 好 現在又第九組開始回答 一分半計時開始 不好意思 心急了 因為大九組民聯團隊 其實長期以來都很關注公務員 特別是基層公務員的一些權益 我想特別是我們今次紀律部隊的表現 在今次風災裡受到很多市民的肯定 今天我回到黑沙灣新街的時候 還看到我們的消防員 紀律部隊還在清除一些大型樹的殘枝 所以作為大九組的團隊一定會支持未來 特別是在我們的紀律部隊 特別是在我們的基層公務員裡 如何去提升福利 其實這裡我們都會回到 為何我們整個團隊要推動共享基金這件事 因為在2013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推過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也要設立一間公司 其實我們也得到行政長官的一個肯定的回答 就是在2019年會成立澳門投資有限公司 其實這個概念也是跟我們的共享基金 是更加去吻合 或者是有更加多的實質效果 我想作為公務員也好 或者基層公務員也好 其實很關注如何去解決我們退休和醫療的問題 所以為何我們一個很重大的主張 今年我們期望在接下來的賭牌的續牌裡面 為何要將10%的無收入 是要成立這個基金 其實就是要去永續 也是長遠 也是建立一個恒常的機制 去解決醫療 解決退休和解決置業難的三大 澳門現在比較重大的痛點 所以在這裏做一次 懇求各位全澳門的市民 可以繼續支持第九組 懇求各位給民聯一個機會 繼續在立法會為大家服務和發聲 多謝 好,現在要第九組 向第一組提問 1分30秒 計時開始 多謝主持人 看看程先生的政綱 我看到程先生的政綱 經濟的部分 有一項 就是要考慮收回個別賭牌公營 大家都知道 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的賭牌將會重新盡頭 對於個別賭牌經營的收回 我相信對於市民來說 都是有疑惑的 在這時候 我希望程先生可以解釋一下 個別賭牌的收回 內容是甚麼呢? 好,現在時間 由第一組開始回答 不要緊,1分半計時開始 其實我覺得是 某程度上 我是自掌嘴巴的 因為這個選舉 這個選舉特首 怎會跟你這樣做呢?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主張是否收回普牌 也好 你們上一屆 陳先生也提及過 但是至少要把它 列成一個 我認為政府去經營 就是把博彩的企業 相等於公務員 所以我覺得 在這裏 制度、薪酬 全部都一樣 因為現在實際上 都可以這樣要求 但是實際上 享受不到公務員 體制裏的福利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相反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我還不打算去 死撐 你們覺得 我們不想開兇頭支援 我們一開始都說 但是我覺得 我們進去 我們沒有甚麼專業 沒有甚麼 邊做邊學 但是我們不會學 刷鞋技量 剛才你曬了一段時間 做了很多救災的工作 我們不去救災 我們是防災 防止政府脫漏 不會一鋪清桌 一次的公投 就倒退了五十年 你小心 你這樣曬出來 然後延署會調查你 因為你這樣 是一個匯選之嫌 所以我溫馨提示你 你曬這麼多 捐了多少萬 多少物資 所以我們不是那個專業 我們是 防止他脫漏 防止他 好 時間到 要結束了 不好意思 不可以再說了 好 現在我們的自由辯論環節到此結束 現在我們先去看看天氣的情況 回來我們就開始自聽觀眾的電話 好 回到我們的現場 今天你看到這個 是決勝917第四場的辯論 這個下半場 我們現在先來自聽一下觀眾的電話 觀眾的電話 每一個是閒時三十秒的 現在是林生在線 林生你好 大家晚上好 不用時間了 我覺得澳門最大的問題 根源都是法制不健全 和法律落後的方面 那如果大家 真的入到立法會的話 我很想聽一下大家 進入到立法會之後 如何推動這個法律的改革 法制健全化 和整個社會的 普法的工作方面的問題 就是這樣 好 多謝林生的問題 那我們來聽聽下一位觀眾 張生的電話 張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麼多後少爺你好 喂 嘿 請說 是的 我想問一下 關於立法會構成的問題 以及想特別問一下洪律師 我們都知道 立法會是由直選 間選 官委三個構成的 我想問洪律師 在政改方面 你曾經提過 現在經濟模式轉變了 有些組別已經失去了 間選的意義 但是現在 今時今日 他們仍然存在 那你 現在 會不會支持全面取消間選呢 好 多謝張生的電話 我們再來聽多一個觀眾的電話 現在是馮生在線 馮生你好 我想問一下 他們怎樣看減少官委 減少間選 增加直選 增加直選 我想知道是怎樣 還有 他真的有幸進去做議員 怎樣監督這個貪污腐敗無能的特區政府 好 那馮生有其他問題 好 好了 我們聽了三個觀眾的不同的提問 現在先用每一組開始回答 一分半鐘 先從地交組開始 計時一分半開始 多謝三位家庭觀眾的答案 這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問責問題 大家都看到 其實現在立法會的 立法時間很長 這是非常認同的 所以我們很認同 特區政府 特別是以陳凱凡司長為首的一個司司裏 要將我們每一年立法會的 一些立法統籌的工作做好 第二就是關於我們覺得 在法制上 我們看到 在官員問責這個部分 其實有很大的部分 是要完善的 所以我們的主張 就是很希望 我們會制定一張 一個權力清單 打個比喻 現在其實如果跟政府有交手 都知道 例如他要出發一份文件 下面的同事做完之後 就要給上級去看 上級來處長 就要給聽長 聽長就要給局長 甚至去到司長去看 如果在任何修改的時候 又會回來 其實在這些整個權力 權力與義務之間 這些權限裏面 其實是可以更加透明 可以給更大的自由度 給一些公務員的團隊裏面 如果你設定一個權力清單 你應該做些甚麼 你有權做些甚麼 這個權力清單要制定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看到 現在我們對公務員的評核 還未公開 所以我們其中有關於主張 就是我們對一些主要官員 特別一些公務員 我們看到他每一年的評核報告 要公開給市民看 我想在整個市民的監督下 我想做得好不好 大家有眼看 如果在制定公開的一些平日報告之後 表現不好 好像今次的災害 不好的便下台 便淘汰一些容官 所以在整體裏面 我覺得這個是在未來 在立法範疇 在官員的問責範疇裏面 時間到 現在有19組回答觀眾提問 一分半鐘計時開始 首先多謝三位的提問 現在大家都認為澳門法律 是一個非常落後的 其實我是不介意 用我的法律知識 和各位市民去共享 為什麼呢? 因為行政法律師說了 未來這兩年的立法範疇裏面 只要針對一些緊急的法律去立法 我們是想將來議員做回 本身應有的責任 就是提交草案去立法 去解決澳門民生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效 但未必現在完全可以解決的問題 只可以說立法會議員 是否很懶 為何立法會這麼辛苦 其次 為何說現在的政制 有些是過時 我完全同意取消間選和一個官委 但問題是一件事 這件事不容易做到 首先修改這個基本法 必須三分二的立法會議員通過 因為官委有它的既定立場 間選也有它的既定立場 將來要推出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連結選舉 我們這個程度已經得到市民的認同 我們才有機會在這個打開一個缺口 否則的話 我們是完全沒有機會 為什麼我說間選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時 沒有用呢? 其實很簡單 以一個我媽媽以前入的工會為例 二十多年前入了一個債意工會 現在債意工會還有間選票 其實它的功衡是什麼? 澳門還有債意工會嗎? 還有債意業嗎? 其實已經沒有了 有什麼利益呢? 就是在這裡壓住間選投票權 好,這是我的回答 多謝各位 請投第十九組公民一心一票 多謝 好,現在有第一組回答觀眾的提問 那麽計時一分本開始 當然 多謝三位觀眾的意見 先提問 我當然沒有紅老師這麼多法律知識 所以我要回答關於委任和間選 當然 在蒲治時代開始有 間選委任和直選三個組成部分 為什麽在蒲治時代還有可取的地方 因為那時候中國人根本是害怕正事 不談正事 聽說是怕殺頭 當然 如果他全部直選 全部都是土生 好像沙生一樣 都做了議員 我們那些就沒有定期 所以他委任一些還有可能 即是有些合理的情況 好了,現在你看看 朝朝電台打上去 批評政府的紀念 不知道是多少 現在有十間高等學校 製造了多少人才出來 所以我說 我沒有時間表 但我的時間表就是 在五十年不變之前 應該有一個普選政府出現 就是經過今年一個大突破 一飛沖天 令到那些刷政府鞋 民選議員應該監責政府 外面的撤回動議 要求的人數多於裝飾票數 他都會背叛民意 當然要換走 這樣的時候 我們提出來 不是馬上要 我們逐步增加到 基本法制定的三份議員通 紀人議員入到立法會 他支持普選 就可以通過普選 或者改了間選委任 好,時間到 現在我們再次接聽市民的電話 現在有張生再戰 張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張生請問 我想這三個候選單位 能不能夠保證到自己當選之後 會不會跟其他議員一樣 官官相圍 隨波逐流去做一些事情 我就想問一下他答一答我 好,多謝張生的提問 我們繼續聽聽下一位觀眾 陳生的電話 陳生你好 你好,各位主持人 各位候選人你們好 你好 我覺得做議員 一定要一生一二為澳門服務 我本身支持做議員 一定要全職議員 不知道各位候選人 對全職議員是否支持呢 還有我想特別針對陳生一問 因為大家都知道陳生你本身是香港人 那85年開始就參與過香港很多議會的選舉 但是從來沒有贏過的 那後來就沒有參選香港來到澳門參選 那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你不繼續去香港 繼續參選呢 好,不好意思 時間到了 我們再聽到一個觀眾的電話 現在是黃小姐再戰 黃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黃小姐先生 三位參選組別的同志你們好 我想問一問洪瑞士啊 洪瑞士,我看你真的為這一次澳門人去递了狀子 關於氣象台這個台長 他從去年他就玩虎之手 三號風球,應該八號他掛三號 今年直催澳門的時候 他就等了幾個小時 香港的掛台 現在造成了玩虎之手 草菅人命 我們犧牲了十個 不好意思,時間到了 我們又聽了三個觀眾的電話 每一組都來一起回應一下 先從第九組開始回答 一分半鐘計時開始 謝謝主持人 今天應該是我們有兩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洪先生 關於官官商為這個問題 我想作為特別是民選議員 市民是透過選票選出來的議員 所以我想無論是對一些民生議題也好 對一些政治的議題也好 一定是站在市民的一邊 所以在這裏 第九組民聯團隊 承諾給全澳門市民 我們必定會捍衛市民的權益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全職的問題 這個我想是熟悉施嘉倫議員的 都知道他的電話是6215.7 他的電話是跟全澳門市民公開的 無論是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直接找到他 所以作為第九組民聯團隊 絕對是認同 如果是做議員 必須作為全職議員服務市民 所以我想在這兩個問題上 這是我們第九組的整體態度 或者在補充上 因為剛剛有關於 今次風災的問題 其實在整體上 我們覺得這次是一個很大的檢討 我們很期望 以這次為一個契機 澳門人一定不可以放棄 澳門人一定要 我想要對我們的民意代表要有信心 在這裏我懇求各位 繼續用手頭上的一票 懇求你們可以發動 身邊可以發動一票 去支持民聯 繼續在立法會裏 為各位市民服務 以及為各位市民發聲 多謝各位的支持 好 現在時間交分給十九組回答觀眾提問 一分半鐘計時開始 首先多謝三位觀眾的提問 關於官官相偉這件事 其實我可以和你分享一個人生的理念 人生在世短短幾十年很快就過 當你寧願做這個官官相偉的人 還是你寧願名留青史 這是人的一個大的抉擇 我出來參選 如果我要官官相偉 要害人的話 我選來沒有意思 做人絕對不可以害人 做官也是 一定要愛民如子 這才是一個人生的理念 相信我的理念可以解答你 我會不會做這個官官相偉的議員 第二件事 全職議員 其實我律師有三個人可以幫我 全職並不在於你本身是全職 而是你投放的時間 我為何這樣說呢 有些全職議員沒有其他的收入 他就會為了自己保住議員的職位 甚麼政治本錢都會做 甚麼都會去做 總之那裏有選票 那裏就去 這些並不是我們想要的議員 我們想要的議員就是 你是一個公公道道 能解決澳門問題的議員 並不是要你作為一個 這樣的全職議員 就可以解決這個所有的問題 第三件事 關於我們檢舉氣象局局長 防稅權的原因 我們只是說 風災十條人命 之前他有前科 今次離譜一點 還是死了這麼多人 澳門有多少人的身家 性命財產受影響 我們不站出來 沒有人敢站出來 我們站出來 可能會得失權貴 得失政府 但這是一個法治精神 多謝 請靠底 好 時間到 現在交給第一組 回答觀眾提問 介紹一般們開始 好 多謝三位觀眾的意見 我也很贊成 洪律師的說法 當然我沒有甚麼專業 除了擦鞋 不是我專業之外 不是我專業 我就是罵人 我就是罵醒政府 只是想他好 就是我專業 在澳門論壇都是這樣 我存職的話 我都是拿一般工人職員的薪金 其他我用在服務街坊上 所有津貼都是 我的經驗就是 幫你改善健康 祭祀高官自肥 有剛才的朋友 可能我不是姓陳 我姓程 我叫程仔 我從澳門培政畢業 過了香港工作 我回來後 其實也是觸動了 因為覺得香港 抵塞不了梁振英的統治 之後回來 發覺原來 每次立法會選舉 等於一次的全民公協 今次也是 剛才我說過 所有的選民 受風災影響的選民 都要出來投票 支持我們雙普選候選名單 只有我們的人才敢說聲話 你說我傻也好 敢說聲話 就罵政府 在澳門論壇 為何爭論呢 他們很多時候都咬我咪 就是聯繫到 趙英子選舉特首政府 所以我覺得 可能是骨生於懷則子 所以我希望今次 贏不贏不緊要 最緊要是澳門不要輸 不要讓太孩議員繼續擁有 好,時間到 現在到我的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總結陳遲 每一組現在有30秒的時間 先從地九組開始 計時開始 謝謝主持人 這幾年有幸得到大家市民的支持 民連團隊有機會在立法會裡服務各位市民 請大家用手上一票支持民連團隊去推動 在澳門趁2020年賭牌 重新去逐牌的時候 爭取成立共享基金 在這裏代表民連團隊 在這裏懇求各位市民 繼續支持第九組 民連團隊給我們機會 在立法會裡 繼續為各位市民出力 繼續為市民拼到底 多謝各位 飄投第九組澳門一定好 請大家支持第九組民聯協進會 好,現在時間給十九組總結陳遲 30秒,計時開始 多謝 做人一日名流清史 一日為臭萬年 我們出題參選立法會議員 是用心來服務澳門 今次風災我們覺得很心痛 因為我們的政府真的非常無能 尤其是官員 今時今日還可以儲奸人命 還可以這樣 這是什麼社會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連結選舉 才再推動民主 這才是解決澳門唯一的方法 我們也是你唯一的選擇 請投第十九組公民一心一票 多謝 好,時間到 現在的時間 給第一組做總結陳遲 30秒,計時開始 多謝支持 我們希望大家 如果不想澳門再輸 不想政府再無能下去的話 真是爭相普選可以說是一個照妖鏡 他們不敢提出普選的人 多數都是柴政府議員 爭取雙普選民間 取八保四就是拿回八個 否決撤回動議 現在還有面子 沒有時間到 好,今天我們第四場辯論到此結束 明天會進行第五場辯論 出席的團隊分別是 24組的海一居熱權 熱主維權聯盟 和11組美可家園聯盟 和第六組的深希望 感請觀眾朋友上次收看 拜拜